中共海协会长陈德明来台参访第二天 从台北南下高平 一路上遇到民众抗议呛瞎 下午到屏东参访农业生计园区 陈德明的车队一进园区 现场一百多名法轮功成员 立刻高举横幅 齐声高喊停止迫害法轮功 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 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 中共海协会长陈德明 一抵达屏东农季园区 一面看见的是上百名法轮功学员 高举之横幅齐声高喊 希望借了今天能够表达 我们停止迫害法轮功这样的诉求 让这一次代表团的所有的官员 都能够看得到这样的诉求 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同修 目前正遭受到非常严酷的迫害 所以我们希望中共可以停止 迫害法轮功学员 能够恢复 让法轮功学员恢复一个正常练功的环境 遭遇法轮功团体正面表达诉求 陈德明面无表情快速进入园区 陈德明在担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期间 当地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因而成为追查国际组织的追查对象 此次来台除了台湾社会抵制黑箱服貌的抗议 陈德明无法回避的 还有法轮功如影随形 停止迫害的诉求 新唐亚太电视李真荣 李美华 台湾屏东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